全球现场要来关注国际间 英美澳组成新的三方同盟 而法国是因为原本就快要到手的前舰 在眼前飞了 非常的不满 把时间交给信一姐咯 这是一笔交易生意的方面的部分的消息 美国英国和澳洲三国宣布 结成一个全新的安全伙伴关系 同时分享技术 美国表示会将拥有的核潜艇的尖端 武器技术分享给澳洲 那么原本澳洲是打算花费900亿澳元 向法国来购买12艘大型攻击潜艇 结果现在因为美国承诺 将为澳洲直接升级 提供全新的核潜艇技术 那么澳洲也宣布和法国之间 原先的交易取消 而这笔订单在当时是澳洲史上 最大的一笔军事订单 那么原本要交易的12艘潜艇 虽然是基于法国的 缩余型的核潜艇设计的 但实际上是常规潜艇 无论如何快要到手的生意 眼睁睁的被抢走 法新社报道 法国外交部长 向法国新闻电台说 这根本就是在背后捅一刀 法国已经与澳洲建立了信任关系 但是这种信任却遭到背叛 现在法国很生气 针对澳洲改向美国要潜艇 国际原子能总署表示 已经接获澳洲 英国和美国通知 三国建立的防卫联盟 将协助澳洲发展核动力潜艇 原能总署也和这个联盟 就是AUKUS AUKUS计划在接下来的几个月 进行接洽 那么因为原能总署承认 五个核武拥有国 有部署核动力潜艇的 只有美国 俄罗斯和大陆 法国以及英国 还有就是没有签署的印度 那么因为核动力潜艇的 不容易侦测 时常超出原能总署的监管能力 那么对于五核国以外的 缔约国而言 发展这种军用潜艇 并不容易 因此如果缔约国和这个原能总署 达成世界事先的协议的话 原先原则上的这个防卫措施 可能可以暂时排除 潜舰反应如燃料 而澳洲改为向美国要潜艇 有人认为这是澳洲 在对抗大陆的武力威胁 因为澳洲六月的时候 将大陆对于澳洲葡萄酒 课征反清销税 告上世贸组织WTO 在和北京磋商破局之后 现在澳洲要求世贸做出裁决 根据葡萄酒产业的数据 北京寄出关税之后 澳洲对于大陆葡萄酒出口金额 从超过十亿澳元 骤减到少到几乎没有 另外澳洲也就大陆对澳洲 大麦克征关税告上世贸 同时反对大陆对澳洲 其他的产品施加关税 也称为这是经济胁迫 那么英国首相强森昨天才和美国总统拜登 以及澳洲总理莫里森开完三方视讯峰会 宣布成立刚刚所说的新的三方安全联盟 AUKUS澳英美的三方安全联盟 强森现在宣布下个星期 他将前往美国 同时在联合国大会发表演说 预计他也会和总统拜登来进行会面 讨论印太区域合作 以及和大陆的关系 英国每日电讯报报道 白宫高阶官员透露 在宣布AUKUS成立之前 英国和美国的军事以及政治高层 其实进行了长达几个月的相关深入讨论 据了解双方未来还会将举行几场的会议 协调双方对于不同事务的立场 外界在看脱欧之后的英国 其实现在一直在推动 全球化英国还有智力深化 与印太地区之间的关系 他们这个是他们的 现在最新的政策重点 而强调这个强森呢 是美国启动阿富汗撤军行动之后呢 第一名与拜登通话的外国领袖 那么现在英国国会外交委员会的主席 他推文指出AUKUS 整合了英国美国澳洲 这三国的军事工业 同时也落实了英国和美国的转向 亚洲的这个政策目标 而且这个目标非常清楚 就是应对大陆 那么英国美国还有澳洲 根本是没有选择的 那么他的推文也指出 大陆可能也意识到了 对于澳洲过去的施压 其实已经带来了反效果 来看法新社发布一项最新研究 发现伊波拉病毒患者在痊愈至少五年之后 还是可能复发 并且引发新一波的疫情 显示有必要对于患者展开长期追踪 来避免疫情卷土重来 法新社报导科学家已经发现 伊波拉病毒可以在康复的人体内 处在一种休眠状态 那么因为病毒会残留在组织里头 而不是在血液当中循环 因此检测结果往往会是阴性的 那么这份研究现在已经发布在 《自然》期刊当中 指出病毒宿主这个体内的病毒 似乎可以被唤醒 那么在几年之后 就会引发新的感染和传播 不过休眠的伊波拉病毒 是如何以及为什么会突然被唤醒 同时感染其他人呢 到现在其实科学家 还没有办法解开这个谜团 今天微博热搜讨论的是 神舟12号和太空站天河 核心舱成功分离 而执行太空任务的三名太空人 已经在太空站工作生活了 长达90天 这个时间记录刷新了大陆太空人 单次飞行任务太空驻留时间的记录 而现在呢 他们已经准备要返回地球 那么这也会是大陆的太空人 第一次从太空站返回地面 新华网报道 由于太空人在太空的工作量大 比较疲劳 因此着陆之后 会需要比较长的时间 来适应地面的重力环境 之后呢 再由工作人员协助他们出舱 再回到北京之后呢 还要再进行身体恢复的 三个阶段的疗养过程 以下是全球现场为您掌握最新状况